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耳朵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发布过一份报告 说全球约有11亿的年轻人 接近有一半的年轻人 正面临着无法逆转的听力损失风险 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耳机中的音量过大 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耳朵听到声音是一件非常精密的事件 首先是先通过我们的耳廓将周围不同方向的声音收在耳朵中 然后耳朵会通过我们的耳道传到耳朵内部一个叫鼓膜的地方 鼓膜会连通几个听小鼓 声波一来放在鼓膜上又发的这三个小零件互相的震动 就会使得这个震动波传递给潜艇 潜艇会继续将声波传给内耳一个叫耳窝的地方 里面有很多的液体 声波就使得这个液体进行了震颤 那震颤的过程中这个耳窝中有一种细胞叫毛细胞 它就会将这种震荡的波给转换为神间信号 大脑就形成了声音的一个印象 如果我们的耳朵仿佛的处在一个高强度的噪音的环境下 那这些毛细胞它就会仿佛的接受到一个强度 然后就对这些声音就没有反应了 说白了就是它累了 它不想干了 短时间内这种音域的改变是可以慢慢调解回来的 但是如果长时间的耳毛细胞都罢工的话 也就是我们说的耳朵渐渐聋了 肯定会有一些朋友疑惑 到底什么样是高强度的噪声呢 那譬如说在一个房间内两个人正常的谈话 分贝量大概是50到60分贝左右 听到一些摩托车或者一些跑车经过 它产生的那个轰鸣声 就是超过85分贝的声音 但是有一点你可能没有想到的是 如果把你的手机的音量调到手机音量的90%以上的时候 可能会达到110分贝 很多年轻人戴着这个耳机 旁边的人坐在那里都能听到他耳机里在听什么 那往往这种高强度的这个音量是会造成耳聋的 那我们该怎样预防自己的耳容呢 首先要遵从两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每天使用这个耳机 尽量都不要超过一个半小时 调整的音量也不要超过手机最大音量的80% 第二点要知道有哪些耳机特别的伤耳朵 目前的研究表明就是那种入耳式的 它可以塞到耳朵里面 对耳朵的伤害是最大的 噪声特别大的地方使用耳机 要尤其注意保护自己的听力 因为在噪声很大的时候 人们容易的把手机音量调得更高 去压制噪声 比如周围的噪声是七八十分贝 你就容易到九十分贝以上 比较推荐的呢就是使用降噪耳机 它呢可以产生一个声波 抵消掉外面进来的这个声波 即使外面很吵 你耳机里只可以播放一些很轻的 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安静的环境 如果你工作的环境周围有专修的 或者说办公室附近 汽车很吵的 建议呢可以在工作的时候戴上耳塞 此外呢再进行一些医疗的行为 譬如说做持共证 就会特别的吵 如果是要做三十分钟左右的 建议呢还是向医生索要这个入耳式的耳塞 此外呢如果有吸烟的话呢 建议能够戒烟 因为有研究表明了吸烟会增加耳聋的严重程度 这个原因呢可能是跟吸烟影响了耳朵 附近的一些血管的健康有关 此外呢刚才说的那些都是短期的听力下降的一个影响 在长期上 譬如说像老年痴呆 它就跟听力下降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为听力下降之后呢 一个人接收外界的信息就会减少 而我们大脑健康的一个途径 就是保持于外界密切的交流 所以呢保护我们的听力 还可以预防得老年痴呆哦 好的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说的内容 在使用耳机的时候记住几个关键 一个呢就是不要超过90分钟 一个呢音量不要超过80% 尽可能的可以使用一些降噪耳机 如果有吸烟的话可以戒烟 保持我们的听力健康 对我们的生活品质非常重要 而且还可以预防老年痴呆 好的祝各位朋友们健康 有什么疑惑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祝大家健康 我们下期见